上班是穿的啊 好女孩 这个是我以前的最爱 就是还没有肚子的时候 隔门吊带裙 而且我觉得这件的版型也做得很好 就是它很修身 然后它是做那个白折的 它的裙摆部分是做白折的那种设计 给你们近看一下 下面是做白折 腰的地方也是做比较高腰 小白还是适合白色真的吗? 我适合白色吗? 小白适合黄色 自己听自己说适合黄色 然后我觉得这件 它的版型很修身 就是它这边其实是有点往内缩的设计 就是从肩膀这边开始 它其实是有点往内缩 所以看起来腰的部分就会比较瘦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这样做一个吊带的手机 然后侧边的部分它是有做拉链的 所以穿脱上面的话是不用担心的 就是还蛮方便的 但我觉得它百折做的很漂亮 它是有点小A字的感觉 所以穿起来的话就是整个身型会变得很修长 因为它是从高腰 然后一路百折缩到下面 所以它就是看起来会很高 然后腿很细 然后里面搭的这件上衣很舒服 就是平常没有含流的时候也可以穿的那种厚度 我们有一款是比较透的 然后这款是中间 那它有更厚的 可以单单的就是这样 最厚的吗? 这个是中间的 所以这件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天气酸还蛮舒服的 而且它是真的会保暖的那一种 因为如果比较贴身的话 其实都还蛮保暖的 我觉得台湾天气酸这个其实就还蛮够的 然后它领子的部分是可以拉到那么高领 只是我把它折下来 很坦白 你会勒脖子吗? 这件不会耶 这件不太勒 它也是有弹性的啊 不过你真的觉得很勒 自己拉 弹性很好 这件很好看 然后它还有黑色的 黑色的 对 是吧? 对 我不知道拿错 它还有黑色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那个高领的那一搭的话 你可以就是看 黑白就是其中基本设施啦 就看自己想要搭什么 而且就穿在那个洋装里面搭下来搭 对 就可以穿那个没有内里的洋装里面 你搭我心爱的背心 这是我另外一件心爱的背心 还有另外一件心爱背心 好等一下 没有人要搭我心爱的背心 没问题 等一下它还有另外一件心爱的背心 给大家看